学校旁边的生物工厂发生爆炸,污染了附近的空气,人们呼吸了不干净的空气后,直接变成了行尸。 一群学生跑到教学楼里躲了起来,而队长却跑出去求救,结果不久后便带回来几个生化工厂的员工,他们是拯救同学们的,还是另有目的。 故事还要从队长壮着胆子走出教学楼说起,他发现救援车上的无线电后便打算求救, 谁知他刚刚拿到无线电就遭遇了刑事的偷袭,他拿起旁边的棍子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刑事,打动声很快就吸引到了附近的刑事。 队长不敢多坐停留,准备开车离开,他抱着最后一次希望开着车来到警察局,在里面看到了一群正常人,然后对着他们大喊一声救命就晕了过去。 等队长再次醒来时,他已经在输液了,艾米告诉队长,他的身体已经严重脱水, 血糖更是高得吓人,如果再不得到救治,小命就没了。 但队长第一时间想的却是教学楼里的同学们,他把其他人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艾米, 万万没想到艾米和约翰一样都是生化工厂的员工,压根就不是什么警察。 队长见艾米和他的小助理一直偷偷嘀咕,终于感觉不对劲,紧接着他就发现自个儿被锁在了房间里,他心里顿时一沉, 完了BBQ了,自己就是上当了呀。 为了保命,他干脆撬开锁逃了出去,到了走廊才看到,有人正在进行人体实验。 研究人员完全没把实验者当人,轻描淡写地开枪崩掉了一个脖子后面长着异物的人。 与此同时,艾米他们也发现队长不见了,开始四处寻找。 殊不知,此刻他已经悄悄咪咪地穿好防护服,趁着艾米开门的功夫,另一批西径从窗户逃出去。 开着救护车回到了学校,警察局外一个男人目睹了队长逃跑的全过程。 奇怪的是,他并没有戴防毒面具,完全将自己暴露在毒空气中,却没有丝毫感染的迹象。 在这里我们就叫他神秘男。 回到教学楼后,队长第一时间把自己经历的事告诉了女友金发妹和IT男, 结果却发现,这两人趁自己不在搞到了一起。 于是他大声质问金发妹为什么要给自己戴帽子。 金发妹当场表示不要问,问就是玩玩而已,大不了送你一张好人卡嘛。 面对如此不要脸的金发妹,单纯的队长能怎么办,当然选择原谅她呀。 随后金发妹和IT男就跑去通知其他人这个消息。 大家听到消息后,全都躲到了教室的讲台后面,而艾米几人也在此刻追杀而来。 他们举着手枪挨个房间搜查,眼看着同学们就要被发现。 好人卡拿到手软的队长突然站出来主动暴露了自己,掩护了大家转移。 艾米活着了队长后,将她带到广播室,威胁队长说出其他人的下落,不然有好果子给她吃。 队长讲义气,无论如何都不开口,艾米见状直接掰断了她的手指头, 她顿时疼得嗷嗷叫。 另一边,艾米的两个手下正在全方位地搜查整栋教学楼,已经躲无可躲的同学们终于想到了反击。 IT男提出,她可以用电台联系上艾米的无线电,然后假装总部发布命令,把它引开。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葛罗福主动弄出动静掩护。 IT男进通讯室使用电台,却被艾米的其中一个手下发现,对方本打算给她来个一枪爆头。 葛罗福只好使出自己的杀手锏,掏出目标人物的卡片给对方看。 手下看到后顿时收起了杀念。 这时,迪塞尔跳了出来,一棍子直接让她领盒饭。 可IT男这边却传来了坏消息,电台始终连接不上艾米的无线电。 好在他们干掉了艾米的手下,干脆就用手下的无线电直接联系艾米了。 他们假装成手下向艾米请求支援。 艾米没有怀疑,拖着队长朝实验室走去。 走廊上就碰到几头刑尸正在啃食尸体。 队长趁艾米的注意力被吸引,忽然转身逃跑。 谁知艾米力气大得跟头牛一样,一板一拦就给队长放倒。 随后她抓住队长的腿用力一掰,咔嚓一声将她的腿给扭断了,顿时把几个刑尸引了过来。 缺德的艾米一看势头不对,转身就跑掉。 她以为队长会被刑尸给吃掉,没想到半路杀出了埋伏已久的格罗夫等人,他们就走了队长。 由于教学楼里布满了刑尸,艾米觉得其他学生早晚都要蛤屁,为了自己的安全,干脆带着手下撤退了。 幸存的同学们重新聚在一起,危机暂时解除了。 艾提南则问起队长在外面有没有发现动物,他们是否也便意感染了。 队长则把人体实验的事告诉了她。 她发现,凡是经历过人体实验的人的脖子,后面都有一个奇怪的东西,或许这东西就是实验的关键。 与此同时,身患糖尿病的队长再次遇到了大问题。 由于血糖太高,她会比一般人容易感染,如果没有及时注射抗生素,说不定会被截肢。 哥罗福知道后,第一个站了出来,表示要去救护车上帮她寻找抗生素。 她戴好房东面具,穿好防护服后就出去了。 哥罗福在救护车旁边遇到了行尸,只是这群行尸对她根本不感兴趣,他们不约而同地朝同一个方向走去。 另一边,迪塞尔也遇到了这种诡异的情况,迪塞尔故意猎杀教学楼里的行尸,帮胖妹报仇。 没想到,行尸被打趴后又站了起来,看样子是要去什么地方和其他行尸集合。 迪塞尔自然不可能给她这个机会,她一棒子下去完成了火刀。 队长身为一个病患,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待在房间里,终于忍受不住寂寞,拄着拐出门找大家。 没想到流年不利,一出门就和之前警察局外的神秘男撞了个阵着,吓得队长腿软倒在了地上。 金发妹听见动静后,赶紧过来扶她,而神秘男似乎不愿被发现,转身就跑进了阴影之中。 队长告诉金发妹,大楼里还有其他人,金发妹却以为是她糖尿病犯了,又出现了幻觉。 这时,越来越多的行尸聚集在队长的房间外, 艾提男认为是队长腿上的腹肉味吸引到了他们,祈祷着格罗福能快点回来吧。 而格罗福在救护车上没有找到抗生素,他只好开着车去药店找,没想到刚进药店就被一棍子敲晕了。 格罗福醒来后,赞恩赶忙跑来向他道歉,他误以为格罗福是行尸,这才伤害了他。 除赞恩外,药店里还有五个幸存者,药店里的食物都被他们吃完了,他们希望跟着格罗福回学校混口水喝。 格罗福也不是见死不救之人,迟疑了一会儿后,就答应了带他们回学校。 另一边,聚集在门口的行尸越来越多,迪塞尔他们就要顶不住了,队长也知道外面的情况,他恳求艾提男解决到自己,换取大家的安全。 艾提男也不是那种儿女情长的人,他立马动手送走了队长,或许行尸能感受到活人的味道,队长死后,行尸们便嫌弃地散开了,危机暂时解除。 不久后,格罗福从外面带回了抗申诉,却听闻队长已经死了,那是十分的伤心。 紧接着,他又给大家介绍了药店遇到的幸存者,他们已经无路可走,所以来学校入伙。 艾提男很不满格罗福自作主张的行为,他认为大楼里的资源本就有限,他们自个儿都不够用,还要和别人分享。 但现在说这么多也没用,这些人来都来了也赶不走,只是随时随地防着点他们,避免再出现像约翰那样的人。 金发妹从他们的交流中得知,赞恩竟然在生化工厂工作过,金发妹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艾提男等人,众人顿时紧张起来。 赞恩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,赶紧解释说,自己就是个守大门的,根本没接触什么机密,更别说派他来杀人了,而且他想杀人的话,格罗福早死了。 大家伙听后也觉得有道理,暂时相信了赞恩。 这时黑妹走了进来,才发现赞恩就是抛弃自己的渣男前男友,真是冤家路窄啊。 赞恩看见黑妹后心里一紧,这不是我的疯子前女友吗? 就因为他和其他女生多说了几句话,黑妹就炸掉了他的车。 不过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赞恩的身份,他确实在工厂工作过,不过并不是什么大人物,做的也一直都是一些零碎的活。 艾提男看见赞恩他们身上有枪,不放心把他们留在大楼里。 为了安全着想,他终于说服了大家,把外来者关进避难所里。 外来者也不嫌弃,因为他们已经好久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,现在还能躺在床上睡觉。 他们已经知足了。 等大家都睡下后,艾比和他的弟弟悄悄咪咪的起来走出了避难所。 好巧不巧,他们和迪赛尔撞了个阵着。 很快,艾提男他们也得知了这件事。 他们扣下了艾比弟弟以及赞恩手下的枪,并把枪锁进了柜子里。 艾比和弟弟解释说,他们只是睡不惯避难所,而且他们武器已经上交了, 对格罗夫他们原班人马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了。 格罗夫他们没有过多的纠缠艾比弟弟等人,再次把他们带进了避难所里。 弟弟不明白艾比为什么要上脚枪支,这可是他们防身的武器啊。 艾比说,武器是小,关键是不能让他们发现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无线电, 这决定了他们能否逃出这里。 另一篇,滑板男半夜不睡觉,还是走廊上滑滑板。 他意外撞破了神秘男在柜子里偷枪的画面, 神秘男二话不说就把滑板男给咔嚓了。 神秘男究竟是什么背景? 艾比想用无线电干啥? 生化工厂的人为什么放过了格罗夫? 静静期待下一节的解说。